精神一点 那我们当工程师当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其实如果为了早点可以回家睡觉 什么Line Code 闭着眼睛都可以写得下去 那说实在的 早点回家睡觉还是比较实在一点 可是对于一些工具来说 我个人还会蛮坚持的 因为这些工具对于我们的生活 然后可以简化很多那种繁琐的事情 所以我对于那些工具都会很坚持 例如说Mac Word Auto Upload 或者是Mac完了之后 Auto的把那个Release Note直接寄出去 诸如此类的这种工具 然后这些让生活更轻松的工具 而且还很特别 这种这些工具 晚上睡不着觉 还会自己趴起来写 跟那种商业的Call 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而且很特别是通常 针对做一些坏事的那些Call 写起来还特别的认真 OK 那所以其实我个人很喜欢 创应在Unis下面的一些Power Tool Key 那些真的是 那些Tool真的是有爱 像Curl 那个Option那么多 那都是爱 那不像一些商业的产品 那个东西 那些UI 那些特效 其实都是工程师的血跟类 所组成的 好 那懒惰是工程师的美德 那我们 所以我们这些Tool 通常都充满着爱 那我们底下 这三个Session 都是主要在讲一些 Python上面 在三种不同领域上面的一些工具 好 那我们先来把时间交给Scar 好 谢谢那个Royd的开场 那我今天 大家好 我是Lunar Stone 那我今天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用那个Python图炮的一些 也没有说一些啦 因为今天 社园桌上面是写Tool 不过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 我就想说Focus在讲一个东西就好了 比较不会时间不够 好 那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 我大学的时候 一开始是学C++开始 然后 偶尔在学校的时候 也会写一下 写些C的东西 结果 到工作 来都在写Java比较多 最后我就 很懒的写Java 应该要compile 所以是写ShowScript 那你可能会问说 Python在哪里 今天不是Python的场子吗 好 那基本上我平常不太写Python 但是只要有比较困难 或是比较Tough的Java的时候 我会选择用Python来完成 因为 作为一个Scribling Language 它是很容易上手的 那我自己是在去是在做算是backend一个云端的部门 然后 如果搜寻云端这两个Keyword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什么架构 什么什么鬼都有 然后像我们的政府也说要投资很多什么云 什么云 什么云都有 那我今天要讲的 其实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可能跟大家会比较相关一点叫做开发云 所以我今天讲一朵开发云的故事 那首先先提一下 什么是那个release engineering 那在Wiki上面的定义就是说 就是把你的source code 然后最后compile 然后把最后把那个东西成品 送出去让它开始在跑 就是release 对不对 那对我做backend来说 就是说把code写好 然后让它放到production上面跑 那看起来就一行一句话而已 那其实没有那么难 不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你可能要包package什么有没有的 没有那么简单 那前进提到一下 这是我们的那个datacenter 那我会想要说 我可以在一个cloud里面 我可以写code 然后你写code就有version control 有version control之后 你要把code build 出来 入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做一些测试 做完这些东西之后才可以放到那个production上面跑 那现在问题来了 右上角是我们datacenter 那左下角是我们的office 那中间网路 当然是用网路串接下来的 那但是datacenter主要是在美国 那office在台湾 那可想而知的一定是非常慢 好 因为我们想要在里面写code嘛 那你可能会说 那你怎么不用AWS AWS有那个tokyo region啊 然后新加坡的区域啊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钱的关系嘛 因为身为一个那个菜鸟engineer 总不可能说服 不太能够说服Mage 就是说我们应该全部把东西都搬到上面去 那我们是非常简朴的 身为一个菜鸟工程师 那就想到啊 我们新人刚进去的时候都会配个两台电脑 那通常大家就是一台拿来做开发 或者拿来收信之类的 那另外一台大家可能会拿来做测试机啊 那想说哎 怎么不把把这个一些resource 给aggregate起来 所以我就偷拐抢骗 把大家的机器骗到我们的机房里面 所以就把它摆到rack里面去 那最后就一台变两台 两台变四台 那最后上面怎么会出现 那么比较high-end的EU的server 那是因为要消化预算的关系 反正最后就是总共有十二台的physical machine 那我们就很快乐在里面装了 那个每一台physical machine 就装了ZenServer的free版本 这就是所谓的全本土政策 那ZenServer提供ZenCenter这个界面 能够让你就是开VM 然后关VM CopyVM 或是把它买过来买过去 然后最后可以把它关掉 那有了把这个东西全部架起来之后 我就很开心的在上面 create一些可以自己开发的VM 然后我就快乐在上面写code 然后把code放到 macreel还有git上面 最后用Harsen或是Jenkins 把code build出来之后 我就放到我们的Yung Repository里面去 那最后呢 我每一天或是定期的 我就可以把这些出好的code 把它送到远端的Data Center去 那最后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把这个建置 环境建置好之后 我们Tim就害了一个admin 然后就很顺利的把东西全部丢给他 然后我自己就很快乐的 就是大家开始用之后 会有越来越多request 那我就把这工作都丢给那个Yung做 那但是俗话说好 这个日久见人心 那辛苦的心没有打错 因为后来就发现 Yung变成了最大的bottleneck 所以现在来介绍一个小故事 那这个小朋友先说 我今天把东西给做好了 那个leader就会叫你去 把那个package包出来 对不对 那当然知道leader身为一个leader 他要提醒他 你这个package要注意一下dependency的问题 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在开发机上面 装了很多杂七杂八软体 但是在比如说在production上面的环境 是比较干净的 你可能有很多dependency 并没有装上去 所以在这时候你就必须在RPM 比如说RPM的dependency里面 你要require一些其他的package 所以就是leader就跟他说 你要找一台很干净 最干净的机器把它装起来看看 那不会有问题 你才可以把它ship出去嘛 不然到时候那个operation的人 就会来跟你compare说 奇怪 怎么根本装不起来 好 那我们当然在我们刚刚那个lab里面 我们提供一个VM的template 那这个VMtemplate就是 模拟在那个production上面 最干净的VM的状态 好 所以装起来之后呢 找谁要 当然是找耳命要 好 结果这个杂七杂八软去要的时候 发现 耳命在开会 所以他就被这个process 被耳命开会给bug住了 好 最后等了一天说 我终于把这个东西弄好了 那后来leader又丢说 我刚报了一个RPM 你再帮我试一下 那当然要再重新开一台新的VM 对不对 结果发现 耳命去叫招了 这个是真实案例 真实案例 那他们说要一个VM有这么困难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Ben仔大大有写过一篇文章 叫什么不是云端云帅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定义 那其中一点就是说 它有几项特征 其中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自助的去 要出这些computing的resources 然后不需要经过人 对不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开起来 很快把它关掉 最后回到这个操作页面 这只有在Windows上面跑 所以我要怎么去automate这个东西 最后发现了 其实有那个Zen Zen有提供那个Zen的Management API可以用 那它提供了Java和Python的binding 那Java的binding 我一开始其实有很久以前有用过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用 因为我常要 它的Document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 我自己觉得 所以说我可能一直在try and error一些东西 然后发现要一直compile很麻烦 后来要在做VN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改用Python的binding 那因为有那个increepid的interpreter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就是try try完之后就直接把它变成一个script 就可以automate 那这个是它的API的一个图示 它几个橘色的正方形 就是说它有几个不同的class 那比如说VN的部分就是跟VN相关API 然后Network就是跟网路相关API 然后VPD就是bug device 它下面有各种不同的bug device 那本着那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所以就创造一个新的service 叫做给我VN 那给我VN这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把VN create出来 我需要一个暂时测试的VN 然后我可以自动的就登进去了 我不需要就是一条龙 我开完VN之后自动就登进去 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做事 那最后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VN destroy掉 废物利用 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流程图 那一开始user会跟那个Zen Server Zen Server就是那个Fisco的host 就跟他说我要create一个新的VN 那create出来之后呢 Zen Server就会把这个VN给开起来 拿到一个新的IP 那在他拿到IP之前呢 user会一直问那个 会跟那个Server Paul说 这一台新的VN IP是多少 因为我不是 假设不知道他的IP的话 我没有办法连进去里面做其他的事情 那等到那个VN终于拿到IP之后 我就可以 那个VN就会透过Design的API 然后回报给那个Zen Server说 我有拿到这样一个新的IP 然后当下一次user去问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回报说 我这个新VN IP是多少 最后我就可以直接用SSH 连到这里面去做事 做完事情之后呢 等我登出之后 他就马上执行那个Shutdown的动作 然后把那个VN给Destroy掉 那就是这么简单 那当然你要做这些事情之前 要先有准备的作业 一开始你当然要先安装一个 在Zen Terminal Edge里面 是一个Para Virtualize的VN 这个意思是说 他这个VN的Kernel是有改过的 然后他可以挂上那个Driver 那有装了这个VN之后 你可以在这个VN那边装Zen Tools Zen Tools 他就装起来之后呢 他会他就会自动当你那个Network Device 有拿到IP之后 他会主动的Report给Zen Server 那最后就是你把这个 你安装定义好的VN 变成一个新的Template 最后你就可以复制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啦 VN就会透过底层的路去跟那个Zen Server 他会告诉我们这个回报他的IP是多少 那接下来就动作分解一下 第一动的话就是Import Zen API 那Zen API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PoI档 你就直接从那个Citrix Zen Server的SDK上面 就可以下载下来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XML RPC的Wrapper 好,第二棟的時候就是我先建立一個Session 連到ZenServer去 它是透過HTEP或是HTPS的protocol 那就可以連到建立一個Session之後 又用你的帳號密碼去登入 第三棟呢,剛剛提過 我們先把VM建成一個Template 所以我要新開出一個暫時的VM出來 你這邊用那個GetByNameLabel這一個API 然後後面那個VMLabel就是那個Template的名字 我這樣可以去Get到這個Template的Reference 拿到這個Reference之後 我先隨便Create一個名字給這個新的VM 那後面這個就是隨機取一個UniqueName就好了 好,那最後用Clone這個API 我先來告訴它說我要從這個Template 然後複製出一個新的VM出來 然後用我剛幫它取的名字 接下來呢,就是Provision這個VM Provision這個VM把它底下要用的那些Story 建出來之後 我就按下這個Start這個Code 這樣就可以開始把那個VM開起來 那接下來是比較麻煩一點的部分 就是剛剛提到說 你要等它的IP進來之後 你才可以做事情嘛 好,這邊就是一個retried account 等一下 好,它是一個簡單的retried loop 然後它做的事情就是 我剛剛有產生一個新的VM的Reference 然後我用GetRecord這個東西 去拿到這個新VM底下的Matrix 拿到這個VMMatrix之後呢 這個Matrix裡面基本上就是一個Dictionary 然後在它下面的Network裡面的0.IP 就會是這個VM的IP 那假設這個東西沒有的話 它當然就會丟一個Essession出來 那我們就 假設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等嘛 那等到一定時間 假設沒有的話 我們就它要直接跳出去了 那有的話呢 就會在那個Network0.IP下面 就會拿到那個IP 那0的意思就是那個ETH0 這個Device的IP 那你拿到IP之後 你當然要等那個SSHD門起來 那基本上的這個Strategy就是 跟剛剛是一樣 一樣去用Socket OpenSocket到22這個Port 看說有沒有通 沒有通的話就等一下 那假設最後發現通了 那我就可以 震大光明的用System給連進去裡面 好就是用System然後執行SSH 直接連到這台IP裡面 那當你從這個SSH登出之後呢 這個Code就會直接Return Return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 所謂的Gabbage Collection 就是說 這邊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一開始第一行的部分呢 就是把這個VM整個Hashdown 讓它回到那個關機的狀態 因為我們這個只是暫時用的VM 也不會之後不需要再開起來 所以就直接用Hashdown就好 不用等它正常關閉 那第二行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這個VM下面會有多個不同的Block Device 那有些Block Device 那有些Block Device 如果這個Block Device 是一個Disk的話 它下面會再對應到一個VDI 就是一個Disk Image 那在我們做Gabbage Collection的時候 也要同時把這些東西給清掉 不然那個Zen Server 是不會主動幫你把它清掉了 所以我在整個毀掉我的VM之前呢 我一樣先用Gate Record 去抓出我這個VM下面 對應到哪一些Block Device 那檢查這個Block Device 是不是一個Disk 如果是一個Disk的話 把它對應到的Disk Image 給Destroy掉 那之後我就一樣 把這個Block Device Destroy掉之後 全部清完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VM清掉了 那最後就發現 這個Admin就沒事做 就不管它了 好 那做完之後呢 後來就是開始推廣給大家用 然後那個Jeff Dada 他就拿去用 就發現有一些地方 好像還不是很好用 就是說 他想要接上Automation的Test 但是 你這個Script run起來的時候 就是直接登進去 就開始做事了 就是他會問你一些問題 他並不是一個可以自動化的東西 那在進化之後 我們就提供了 其他各種不同的 然後就是 那個OS Image給你選 然後也加上 用那個OPPath去 加了很多Company Line的參數說 可以讓你 Upload一個Image 不是 Upload一個File 到這個新開出來的VM上面 然後你也可以指定一個Script 在它開起來之後 就自動去跑 這樣就不會直接進到剛剛 那個SSH的Shell去 好 那最後就是 你就可以讓它 直接自動的跑這個Script 那前面 SCP 中間那一行 就是把 那個新出的 你想要放上去的檔案 用SCP 直接扣到那台VM裡面去 那最後就是用SSH 直接去remote跑這個Script 那 接上來的好處就是說 那我就可以做 自動化的Regression Test 好 舉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一開始 我的CI Assistant 就會每天固定 晚上跑一個 Deadly Build的Job 那最後呢 這個Deadly Build的Job 會把 假設已經跑完了 它就會把那個 生出來的package 送到我們的Repository裡面去 那接下來它會去 Trigger這個 Regression Test的Job 那 Regression Test的Job 很簡單 它去執行 剛跑的那個Script 去自動伸出一台全新的VM出來 然後再搭載說 我在這個 這個code的Reposit裡面 已經寫好的那一串 QA的那些 Regression Test 那開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 QA的Test Cast 放到這個VM上面去 然後再用remote方式 執行它 執行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那個結果 通通都拉回來到我這個 比如說 CI的System 那我最後在那個 CI System 上面就可以看到那個 秀出來的那個測試的結果 那當它跑完結束之後 這個VM就自動消失了 所以 之後 像的命也不用再擔心說 你這樣一直開 會不會到時候 整個resource被你吃完 其實不會 因為它自動就 carbage collect掉 好 最後就是Live Demo時間 字稍微有一點點小就是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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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我們就把它放在 我們自己 裡面的一個 repository 那 大家就自己去 clone把它clone下來 然後自己 想要改自己喜歡的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Basic 你要跑那個 interactive mode的話 跑起來就是這樣 你執行這個 PY檔之後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選哪一些image 比如說 我今天要開一個 Centos 6.2的VM 那它就會開始 開始在 開VM 把它 provision起來 然後現在看到 starting VM的時候 就是說 它已經把這個 VM 給boot起來了 但是 boot要 還要跑一陣子嘛 所以它開始在 等那個 IP的information 它這時候就會 在跑那些 init的script 然後等它跑完 跑到可以 要到IP的時候 理論上就可以登入了 不過我也不確定 會不會拿到IP 因為有時候 dstp server會壞掉 好險 有了 拿到IP之後 它就會去trigger 我剛剛所提到 自動可以去跑的 那一個script 叫做init.sh 那它把它送上去 跑完之後 跑完之後 它會 其實那個init script 可以自己去改 那我在這邊裡面做的事情 就只有print hello 這個字而已 所以它跑完之後就出來 那看到這裡面的時候 等它跑完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是進到一個 全新的VM裡面 這個就是直接用ssh 點進去而已 好 那基本上 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所以就 打exist 登出之後呢 它就會去 把這個VM給關掉 然後 然後 把那些block device disk image 統統給清掉 好 那這個是 interactive的形式 那 假設你要用 全自動把它接起來的話呢 可以打help 它就可以有不同的選項 問你說 你可以直接在comment line去下說 我指定哪一個image的type 然後 我要把什麼file 送到新的VM裡面去 我要執行哪一個file 那最後就是再demo一下 剛剛有提到 我們直接用 可以把它接上我們的CI的system 然後跑daily的regression test 那 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project的話 這個job是在做 那個commit build daily build daily build做完之後 這邊的test 它做的是 unit test level的 這邊都是做unit test 等到unit test過之後呢 成功的話 它理論上就會去 trigger這個regression test regression test 就會應用到 直接讓它build起來 就會應用到 我剛剛說的那個 給我VM的script 那 trigger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 從一個乾乾淨淨的環境裡面 它就開始去跑 那個init script 那它就會開始 開始在那邊 把整個環境 從一個最乾淨的VM裡面 然後開始set 譬如說 我在裡面會開始 裝hadoop 然後裝hbase 裝一些拉一拉渣 有沒有的 然後之後 全部裝起來之後 跑test case 通常 裝的時間都會比較久 跑完test case之後呢 它就會report 可以看一下剛剛的test result 上一個job test result 最後你一樣是利用那個 利用SCP把那個test結果給送回來 那只要是像是類似JUnit 它能夠伸出類似JUnit這種格式的Testing Framework 就可以接回來 秀在你這個Hasen或是Jenkins的page上面 那可以看一下它在跑的整個過程 就是要裝很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在跑test的部分 OK 那我大概就講到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喂 你好 剛才看到的是demo一台 那如果同時 就是安裝一台機器 如果同時安裝N台 而且其中有些機器之間 互相有一些token 譬如說Kind server token的貨 你會比較建議怎麼做 會比較建議怎麼做 這個你可能就會你需要一個 除了這些temporary的bm以外 你可能會要有一個 類似像是 Rootkeeper這樣的東西 來幫你coordinate整個環境 比如說讓它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哪一些test machine 已經開出來了 哪些service已經available了 對 然後當然在所有東西都跑完之後 我可能要trigger去 讓這些東西全部都關掉 就是說這邊的測試 大部分會建議是 單台就可以跑完的東西 所以像以剛剛那個test的例子 我是把所有東西都裝在一台上面 以Hadoop為例子 它也會有一個單台的環境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東西都裝在單台上面測試 那分散式的測試會是再更困難一點點 你可能要需要搭配額外的testing framework 來幫你做這件事情 不好意思 那個我剛剛有看到說 你有開啟VM 然後但是好像沒有看到那個 的領域的過程 是在initialize.shnet那邊做的嗎 對 應該說基本上開VM 它就是會裝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說那個template就是模擬跟 一個我們在production上面 全新的機器一模一樣的環境 那之後要再裝什麼package 就是由那個init的script去做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私下可以再找scar聊 那我們鼓掌歡迎一下 謝謝scar